我們真是希望傳承、眾志成城 團結抗疫 所以能夠呼籲大家在同一個時間 做同一件事 將會更加可以鞏固這種團結抗疫的力量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求市民做一件事 在4月的8日、9日和10日 即是說未來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這三日 每天做一次RAT 然後按著今天的規定 在24小時內將他們情陽性的結果上報 我必須在這裡強調 今次並不是替代了全民強制檢測 我們仍然會密切監察的情況 來看看什麼時候 是最好在香港進行一次全民強制檢測 選擇於4月8、9、10日的日子有幾個原因 第一是我們今天開始派發這個防疫服務包 裡面有20套快速抗原測試劑 另一個原因在等幾天才開展 就是做宣傳 雖然我說現在已經很普及用這個RAT 但是畢竟有些市民都是不熟習的 有個短片清楚介紹 是應該怎樣去做這個快速抗原測試的 市民都是願意支持這個快速抗原測試 從而知道自己的感染情況 以及幫助社會 是可以盡早可以復償的 所以在8、9、10日我們既然是自願不施強制 當然不會禁止他出街 是不會禁止他出街的 但是如果他出街 我們那個服務包又有一件事 希望他用 就是不如那幾天比較安全一點 就帶這個防護性比較高的KN95口罩 因為我們服務包裡面有20個這些口罩 總之在那段時間大家同做一件事 都是向著一個目標來邁進